要活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啤梨 中醫如何預防、健康及都市病又回來了 每個星期見一次,若果大家先前錯過我們的節目 你可以上網看,上網聽我們的節目 但如果你一直跟著的話,當然要在這裏多謝你 除了有我的啤梨之外,每一集都有這位嘉賓 就是中醫輔科學醫學博士,欣明維醫師 Hello 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講營養素攝取原則 當然在中醫角度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交給你,欣醫師 我們經常聽營養營養 就是講一些 譚水化合物 蛋白質,維他命 礦物質 我們以前中醫 或者以前我們古人 如何理解這些東西 我們有一個統稱的 就叫做水谷精明 水谷精明未聽過 就是四個字 就好像出入平安 四個字 不停考那些中文 什麼意思呢 水谷精明就是因為水 或者跟我們日常生活飲食 只剩下一些好東西 精要的東西 你經常不停吃不停吃那些東西 未必全部都是好東西 你吃到肚子那些是垃圾 今時今日呢 出街吃那些 那些人說很多都是垃圾 沒錯 但我們不停丟垃圾下去 都不是全部垃圾的 爛船還有三分釘 你的身體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就是把你不停倒下去的爛船 找一些釘出來 那他有沒有機會找不到一些釘 或者找到一些釘 那些釘留在身上呢 找不到一些釘 如果你的身體真的發現 一些好的東西 都沒有在你食物裡面吸收得到 那你都應該很快不用再吃東西了 是啊 那就是說 其實原來我們的吸收 是有機會吸收到一些好東西 也有機會吸收到一些壞東西的 沒錯 但以這個分辨 然後將它為運送全身的過程 就是我們整個身體 五臟六腑協調 而得出一個好的結果 我們上一次 我們說了一個整體觀念 整體觀念就是 我們整個人 其實就是一個協調的狀態 如何很努力地 去維持著你的生命 由你出生到 希望盡量久一點 又能生活到的日子 又牽涉你這個人 如何在這個世界裡生存下來 我們會和環境很多的關係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聯 就是你的食物是在環境那裡來的 是嗎 嗯 那你拿了一些食物 落足的身體裡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連串的運動出來了 那我們這個身體 我們講過 品成於先天 我們父母就給了一些東西給我們 以致到我們能夠構成我們現在這個形體 有些人高一點 有些人低一點 有些人肥胃好一點 有些人天生肥胃弱一點 有些人天生肥胃一點 有些人就瘦一點 那不同的狀況 但是畢竟你也有一個身體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先天的 那後天的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飲食 就是我們剛才說 其實我們也這樣說 不是每次都給我們一些冷船 有時候都嘗試吃好東西 就是我們一直在飲食的過程裡面 我們身體就會把這裡裡面的東西 就把一些好的東西分出來 水谷精微 好的東西分出來之後 就經過一個轉化的過程 就由雞腿轉了去 你所謂的什麼蛋白質啊 脂肪啊 維他命啊 這些轉變的過程 就變化了 改變 然後再將他輸送去全身不同的部位 以及協調著這些營養的比例 他儲存多少 他排了多少出去 以什麼狀態儲存 在血裡面的糖 還是在細胞裡面 組織裡面 就是我們身體的狀虎 五狀六虎功能的一個體驗出來的結果 那就是說 如果我的五狀六虎 隨便有一兩狀一兩虎 它是有些東西 或者有些問題 都會影響我的吸收 是不是這樣想 你說得很好啊 這就是一個整體觀念的概念 你想一想 我們整個消化吸收的過程 這是很多東西的 第一 就是所謂的六虎 如果想知道什麼是六虎 可以聽回我們之前第二集說的內容 那六虎就包括胃 但其實你吸收不是胃 還有小腸、大腸、膽 那你中間還有一些好東西和不好的東西 多了的東西出來的嘛 那我們就要有膀胱、三椒等等 即是去洗到什麼呢 我們說這個六虎 就是一個通道來的 讓我們吃進去的食物 是經過這個混的過程 是一直混的嘛 混的過程就開始改變了 由你口裡面那個包開始 一路下去一層一層一層就消化 消化到下面 這個叫混 化就改變 你沒有用雞腿入雞腿出 嚇死人 哎呀我拉了一隻雞腿出來 媽媽這樣 雞腿入雞腿出嚇死人 我們有生意來都沒見過 但是有些人這樣說 有些人消化系統差一點 真的會吃菜入吃菜出 嚇?真是 豆 我聽過有人說 那些豆入就有些豆出 有些人說 是吃 有這些四字前語 即是吃豆 吃不吃到好東西 那我們正常的狀況 應該吃的過程 不只是混的 沒有意思 混浪費能量 混的過程就轉化 其實中間轉化了什麼呢 轉化成為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廢的水就經糖缸出來了 沒有用的渣載 我們說的 就經過大腸的儲存就出來了 有用的那些營養物質基礎 我們就會身體收集 就輸入去我們身體不同的地方 這個就是五臟的功能 五臟就是床症 收藏一些很重要的 維持著我們身體的一些物質基礎 所以在整個生化系統的過程裡面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那些中間空心的那些系統 就是胃大腸小腸的管道之外 其他的狀況 全部個個都有份參與 所以今天的你 每一個狀況都有份 剛才說的皮是最重要的 它在協調這個轉送的過程 所以呢 有些人血糖過高 血糖低 或者血脂過高 或者有一些營養的組成 不能協調 如果在中醫裡面 很多時候 不只是說 就是因為你吃得太胖 或者那個這麼簡單 是說有一個狀況 它應該協調 但它協調不到 那就是皮胃了 很多時候我們就從皮胃來 醫糖尿病 三肢 三膏 那些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說 其實營養多得太 營養少得太 除了是你們真的吞得多 或者吞得少的肚子之外 都關乎那些皮胃的運作正不正常 而從而令到我 可能太高糖分 或者太低糖分 你說得是非常對的 你怎麼看小孩 吃這麼多的糖 他都沒有糖尿病 是呀 因為他的身體 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他協調得到 有些人理財理得很好 錢回來 他很懂得怎麼分配運作 是呀 有些人不懂得花錢 或者賺錢但很厲害 那些 是呀 因為他賺錢 他懂得怎麼去投資管理 就是他做得好 精明 但是不精明的人就慘了 同樣一份薪金 都過不了月尾 是呀 你又提醒了大家 有時候 不是只是實數那件事的問題 是中間怎樣去運作處理 這個協調的工作就是屬於皮 其他關係 其他大家都有參與的 例如肝 中醫的肝 他會收藏一些血量的控制調小 這個會影響消化 而肝也煮梳蝦 就是一些東西的運送 他也都影響淡汁的分泌等等 那如果肝的梳蝦在中醫那裡說 就是控制一些東西出出入入 有阻滯的話 消化也是不好的 有時候被人激傷 激到不想吃東西 被人激傷 我又不會 因為我一吃東西 激到又不想吃東西 但是凍乾火那些 是不是很生氣就是乾的意思 是呀 有些人發脾氣 不想吃東西 這是符合中醫的理論 會會會 有些人說 沒有心情 吃不下 就是這些 是呀 因為生氣就傷乾了 就阻害肝的梳蝦 那肝梳蝦不到 它就影響脾胃的混化 所以是 我們日常生活的體驗 其實都很符合中醫的理論 就是肝濕了梳蝦 就是一些東西 運送得不好的話 那個脾胃 都混化不了一些東西 那個通道不得暢順 那有些人說 哇 真的很疏肝 那是什麼 其實我經常不太明白 為什麼是疏肝 就是很舒暢 那意思 就是肝很淨 很乾淨 很梳 很滑 很滑 就是你出出入入 有沒有試過很多東西 阻礙這條路 很多雜物 走得不暢順 那你覺得很多阻滯 但是呢 哇 原來這條路 執通了之後 非常快樂 走得走得快些 是呀 那就是說 原來我懂得用 以後 很疏肝 是呀 你老闆 令到你好不疏肝 不是老闆都疏肝 老闆很疏肝 老闆很疏肝 是呀 最好就是你令到你老闆很疏肝 我又會令到你很疏肝 我幫他疏疏他 這樣就疏肝 疏肝 是呀 還有 那個肺其實都有關聯的 因為肺一升一降之間 就幫了一些東西 運送全身 水 養分 而且他在空氣裡面吸收 今天我們就知道 包括氧氣 我們終於說清氣 那你身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器 去推動一些東西 那如果一個人缺氧 你都很能消化的東西很好 那還有 心呢 就是主血管的輸送 那你營養運送全身 你離不開血管的 那至於那個神呢 又是全身陰陽的總開關制 就是你廚房 你的火食爐 那就是皮胃 但是還有一個總Fuse 那就是神 如果總Fuse跳了 你都不得了 那你都踏不住了 那是有關聯的 如果一些神陽虎的人 譬如老人家神虎 他吃東西都沒有胃口 有腰酸有腳軟 是不是老人家很多都神虎呢 所以很多老人家他們吃很少東西呢 關不關事 是呀 你說得很對 你說得很對 一里通法里榮 剛才說到 原來老人家吃不下東西 原來都是關乎五臟六虎的事 嗯 沒錯 其實我們這樣全面一點 去理解我們的身體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你脾胃不好 那這個未必只是脾胃的問題 可能牽涉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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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除了你控制飲食之外 可能牽涉你脾胃的功能 是不得理想的 那因為不同的脾胃 牽涉不同的東西 剛才我們說 就在一個生理上面去看 究竟不同的五臟六虎 它負責些什麼 可能可以在這節裏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萬一有問題出現的話 在五臟六虎裏面 它怎樣去影響 我們這些營養的吸收 那就是說我們這個五臟六虎 隨便有一發不行的時候 在中醫的角度 我們就自理了它 然後從而都會令我吸收得好一點 沒錯 又可以這樣看 我們從你表現出來的症狀 我們都可以幫助我們分析 究竟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舉一個例子 我們剛才說皮會負責運化 就是這些所謂的食物 它怎樣去由一個雞腿轉去營養 這些營養怎樣去運送吸收 我們會從那些狀況去瞭解 你在哪裡出到問題 例如皮胃虛的話 可能你吸收不到營養的 那大家你又吃他又吃 但是人家吃完吸收完營養 有氣有力 然後大便成形地出來 一個皮胃虛的人 他吸收不到 大家都是吃點飯下去 但是他都不會吸收到很多 於是個人就會沒有你順利 會瘦 又或者他運化運得不好的話 脂肪就開始去積聚 這樣積聚就會變成肥 會不會有些人經常被我們說 為什麼你經常吃這麼多東西 你弄得自己這麼肥 有時候可能他被人冤枉 可能不是他吃點東西特別肥 可能是因為他的機能不好 混化得不好 然後積聚脂肪 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你的理解力真的非常好 沒錯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有些人喝口水都肥 是呀跟你說話那個就是 我想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去 我想都是 有些人他就想節食來減肥 但是他一傷了皮胃之後 就越來越肥 越吃得少但是越肥 或者因為皮胃虛了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營養 我們知道譬如炭水化合物 我們吃回來一些飯等等 他可以成為一些的能量 讓我們做事有精神 蛋白質就建構我們身體的組織 脂肪又可以幫助保健 保護我們的身體狀腑 有能量其他的功能 或者維他命 礦物質 每一樣的東西都在我們身體裡 有它的功用 比如纖維 我們又幫助我們腸道的消化吸收 就是推動幫助我們 我講過這個位置不好意思 例如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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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幫助我們去大腸的育動 排便等等 這些東西 我們古人合稱為水谷精靈 其實就不是單是你吃什麼 那麼簡單 也包括我們的身體能不能吸收 剛才說過皮胃 就是皮 我們終於跟肉掛鉤 如果皮差了的話 有些人就算吸收了 他都不長肉 會瘦 或者質素很不理想 有些人是小時候 特別是 就是阿欣醫師 小時候 看到有些同學 特別是年輕的那些年輕人 經常被家人說 你整天都不長肉 你吃東西不長肉 是不是小朋友特別多這些東西 還是沒有關係 只是看他看而已 我都試過接觸一個小朋友 他媽媽很瘦 帶他來看 接著就給了一些健脾沒氣的藥 他同樣的飲食 下次回復初 我不認得害 因為他帶另一個女兒回來 他脹了 是嗎? 因為可能脹了 他整天脹了 對 剛剛的日常生活 是一人那麼多 但是開始懂得吸收 開始做肉 這樣就長了 反過來 皮膚有些人瘦 有些人長肉 有些人就會變成瘦 即是他完全吸收不到 你說 我很想是瘦那個 為什麼我是胖那個 而且小時候 聽過有一些 其實我現在少聽人說 吃那樣東西 有些叫花塔餅的東西 推蟲 你這麼瘦 吃花塔餅 其實現在是不是不輕 還是其實 因為 現在都有更好的驅從藥 因為以前 衛生行幾不好 收可能有其他東西 搶了你的營養 但是今天 有時候我們會先考慮 無論是小還是大人 可能大家都是吸收那樣東西 但是如果他脾胃不好的話 第一 未必吸收到 第二是控制不到 控制得不好 就變成了在血裡面 有時候就是 血脂積聚 失血管 或者血痛 就得不到更多的問題 我們終於就會 從皮來醫 有些人就乾鬱 情緒 影響到一些東西的疏色 於是他就出現一些 肚子頂著症 胸口又離京前 乳房醬 小福醬 平時男士都可以 左邊又痛 右邊又痛 喉嚨就經常卡住一個痰 吃東西都沒有胃口 見到就生氣 不知道生氣什麼 很生氣 那就影響吸收 生氣著吃東西 就不理 我們終於有個教法 一個餵母魚的媽媽 千萬不要在性路裡餵奶 是嗎 會令到寶寶都會睡得很不安寧 突然間紮醒 那些情況 是否因為當牠很生氣的時候 那個分泌 因為母魚都是牠的身體分泌 是啊 包含了一些不好的物質 相信是 而且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當器杞屈子的時候 女士都容易有些乳腺的問題 或者容易影響她出奶的問題 所以這個肝除了影響媽媽的營養吸收 有時候如果你餵母魚 都會影響孩子的營養吸收 我發覺醫師都會講很多 關於一個人的情緒 原來在中醫角度 不只是看你心跳 看你的舌頭 熊不熊 那個人的情緒 也影響很多心肝脾肺臣 沒錯 肝就是生氣 影響她大一點 皮 剛才說的是絲 絲類 絲雙 絲雙皮 以前 單絲雙絲 腰帶入寬 很浪漫 現在反過來 失戀 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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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肥 腰帶入壁 是啊 如果我擔心一些事情 是不是都是絲 憂慮 沒錯 是的 不同的情緒 身體有不同的反應 譬如很多事情擔心 等等 可能胃消化得不好 很生氣就會骨著著著 胃也會受情緒影響 有些人經常反胃 其實就是壓力很大 其實不同狀況都有影響 例如剛才說到神 老人家如果腎虛 腰痠腳軟也消化得不好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皮腎羊虛的消化系統問題 它會出現一些 可能林天公就急大便 或者大便是會見到食物的殘渣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 吃啥啥啥 嗯 我最近的小狗是這樣的 可惡 可惡 那你就要分它是年紀 以及短時間發生 還是長期都是這樣 它年紀大不大 八歲 九歲 都大 年紀又大 那是短時間還是長時間 最近這半年都是這樣 半年就已經不是短時間了 是啊 我們終於說辯政論治 加整體觀點就是談括所有的事情 那你值得很好地關心一下它 因為如果它一個半年的土鵝來說 就屬於不是一些初表階段的外感 那些的影響 那些三幾天的土鵝 就可能是食物不潔 或者外面的一些因素 無論是人還是動物 如果牽涉半年 再加上食物的殘渣 看到這樣 就是它的消化系統 它應該做的事情 沒有做好 你有沒有試過交份工作給你的同事 那個同事做一半的交份給你 我經常都遇到的 但是我那時候已經是死亡了 原來這樣我要帶一帶去看中醫 你知道這些什麼狀況嗎 就叫做圓谷不化 圓谷不化 就是完整的食物 沒有消化度 那就是大劑 我們剛才說 既然一個營運的吸收 除了你給身體什麼 那你真的一直全部都是給不好的東西 那就是補得救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你又吃他又吃 為什麼你吃都這麼肥 或者你吃都不想肉 那旁邊那一個這麼好呢 那這個我們剛才就說了 其實跟你整個五臟六虎 協調有關 那我們就會看看 你表現出來的是什麼 就針對著那個地方去進行調理 究竟是皮膚為主 乾屋 牽不牽涉到腎的問題 又或者有沒有影響過心 或者肺等等 那去做一個調整 那就是如果我們找完整個過程 知道了 那我們做完調整之後 除了調整完那個心肝肺腎 那吃東西方面又要不需要配合呢 就是因為有些時候 中醫都會吃中藥 那些中藥是不是就已經 彌補了我那些欠缺的東西 還是不是的 我吃東西都要配合的 其實中醫是一個功能的調整 中醫跟一些營養殼那些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我們不是直接補回營養給你 至少那個目標不是這樣 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上一集講過辯證論誌 分析原來你是心肝脾肺腎 究竟是多了東西 少了東西 寒了還是熱了 引致到你帶來現在這個狀況 於是我們給中藥也好 針灸都可以治療肺腿那些問題 那我們就想幫你調整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皮胃氣虛的 我們就給藥是專門補皮胃氣的 原來你是因為胃太乾燥 消化不了東西 經常流牙血 口臭 接著吃東西堵住胃 我們就有些什麼養胃陰的食物 什麼生生物凍肉粥 物凍那些幫你養胃陰 健脾胃也有很多的 比如黨心太子心 幫助消化的 例如神曲 佳內金等等 有些人居然是腎虛的 可能我們就會有些中藥 幫你稍微保腎 看看它是什麼狀態 可能是少量的熟腹脂 或者少量的乾薑 或者其他一些保腎的藥 我們都會應用 針對著它的狀況 就想調整它的機能 譬如有些人說 原來是因為激氣太多 乾爐 我們就會用一些中藥幫它疏乾 你剛才說的疏乾 或者叫它的朋友哄它 如果它都激氣太多 這個很重要 一疏通回來 原來它不是虛症 不是說少了一些東西 而是太多氣 你幫它疏洩之後 可以又吸收得好 那中藥就是這個的意思 但是我經常都強調 它是功能的調整 但是考虎就難為無米吹 那你搞好這個吹 即是煮食的地方 已經搞得很好 但是你放些什麼在鍋裡 就很影響煮到什麼出來 那也是 是啊 所以我們日常生活的飲食都很重要 即是你的中藥幫你調理好過脾胃 但是你繼續節食減肥 或者繼續吃生限的東西 你真的太喜歡喝冰的東西了 繼續冰 太喜歡吃辣的東西 繼續辣 那你的身體一樣會出問題 哎呀你說的那些全部我都中 我以前很喜歡冰的東西 又很喜歡吃辣的東西 冰的東西和辣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不好的東西來的 對於中醫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說法就是 每樣東西都不要太過了位 太過極端 比如你吃辣的東西吃到太辣 或者餐餐都很辣 那你的寒就餐餐都很寒 或者太多 那就不太好 那我們呢 希望一下飲食 就盡量做豐富多樣化 然後呢 就不要偏向某一邊的 正是寒或者正是熱 或者你覺得紅棗有益 就整天晚上吃紅棗 三餐紅棗 我真的認識一個朋友是這樣 是嗎 他家裡很多包包包袋的紅棗 一天三餐都紅棗 這麼誇張 因為他覺得紅棗有益 這些就是我們說 就是希望平衡一點 這些可能太誇張 但是譬如說 今時今日的都市人 很多時候都會去吃茶記 很多時候大家都叫凍飲 凍檸茶 其實是不是現在很多人 都真的喝得太多這些凍檸茶 有一個叫都市人的吸收的問題 會不會 我們說凍的就會影響了脾胃的餵化 但是你煮東西吃都要溫度 是不是 即是你要熬爛些東西 你煮一煮湯 你丟些什麼紅蘿白粟米豬子 你要變成一煮湯 你是不是一定要開火 那你一定要有溫度 這個位置一樣 我們想去混化 轉變 這樣就要有能量 如果你在這個過程 你不斷煮凍檸茶下去 就有影響 尤其是我們吃了一些油膩的東西 我們最喜歡炸 炸東西就配凍飲 是啊 很正的 炸用去凍飲無敵 你試試洗些很油膩的碗碟 再加凍水 洗不到 真的 很難洗 要用熱水洗 油 你油的 是不是要用熱水洗 是啊 是啊 你的身體和大自然是很一致的 你倒這麼油的東西下去 但是你跟著又倒些冰下去 你試試這樣 叫你家裡的外傭 這樣洗碗 發辣藥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人呢 很奇怪 吃炸雞 一定是配 汽水是比較好 為什麼不可以令到 炸雞是配一些熱水 真的不配合過 炸雞配熱水 是啊 因為它真的是熱氣 熱氣我們有個即時的感覺 就想動它 但是其實這個是不利的身體 去再進一步消化那些食物 所以我們終於來說 我們希望均衡 那你身體好的狀態 你偶然一吃 其實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太過偏向某一邊 也不要飲食不定時 有時吃 有時不吃 第二 不吃三天 就突然吃一頓厲害的 你知道節食幾天 那些想減肥 死得最快 是啊 因為你更差 你維持一樣的飲食習慣 因為你折了一下子之後 你再吃那一頓 它就會吸收力驚人 還吸收多一些 所以我們就要維持這個狀態 和注意日常的作息 你如果早餐 我們建議不要朝早九點 那就影響了脾胃吸收 那我又想問 譬如煎炸東西 經常都聽人說 沒有益的煎炸東西不好 那是不是就 反過來 逢是蒸的東西 煮的東西就好 如果天天不斷蒸 不斷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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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人生會不會又不平衡呢 如果你不斷蒸 不斷蒸 不斷蒸 但裡面的內容是多樣化的話 其實都很豐富的 可以 但是為了開心的原因 我都不會說 你一輩子完全一種債 都不要經常拿一個平衡 然後還有一個更要影響我們 營養吸收的其中 除了你吃東西 去均衡 你情緒都要開心 太多的思慮 憤怒 有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 喜歡專門去吃飯 就說家人的問題 可以吃完飯再談 吃完飯再談 比如小孩子 功課不好 或者你對配偶有些什麼不滿 就不要每次坐下吃飯 你拿起筷子就開始說 然後別人就不想吃了 是嗎 對呀 看電視劇 比如看電視劇 那些一家人坐在那裡 一夾菜 一家人的爸爸和媽媽 你現在是臭小孩 又不合格 罵罵罵 那個環境就覺得很不開心 這些是不是都是典型 大家可能犯的錯誤很多 是啊 然後劇情的發展 就有人扔下筷子 然後不懂了 是啊 說夠了沒有 整天吃飯都是這樣 吃餐安樂茶飯都沒有 都不行的 扔下了 就扔了 沒錯 這個是中醫的理解 就是一個不太好的操作 就不太有利脾胃的消化 最好就是吃飯 至少吃了大半 先下格 先罵 是啊 所以情緒 你不要太晚睡 太晚睡都會影響 身體一些功能狀況的吸收 太晚睡 都市人都真的很多都很晚睡 我曾經都很晚睡 因為我曾經是做通宵節目 很長時間夜睡 簡直不是夜睡 簡直是到第二天才睡 都覺得自己可能身體沒有那麼好 但是這些有沒有得補回頭呢? 雖然我現在沒有 如果你說工作影響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唯有盡量維持合理的規律 我們這樣說 最好都可以 如果有一天 夜睡了 就盡量維持一天 一些合理的時間起床 寧願睡冷覺 因為夜睡是身體的第一重打擊 然後按起是身體的第二重打擊 影響了脾胃 按起也不行 原來 按起你的脾胃 由七點到十點是最旺盛的一個時間 但是你那個時間就影響了他 就是七點到十點之間 比較旺盛的時候 那你影響著他 就阻礙了他的運作 所以兩邊都阻礙了 有些人是夜睡 夜起其實是雙重打擊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人是放假的受理病 是啊 因為他睡得更多了 但是我一頓夜 早上就沒有起床 早餐又不吃 然後幾頓就合上一頓 然後再吃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那這個一亂 反而身體就更容易有病 那難怪很多人都是 一放假就來病 因為打算睡多些 因為平時不能睡 我現在睡飽了 睡到all you can睡 自然醒 那些人經常說睡到自然醒 安樂醒 安樂醒 但其實他是強行睡 怎麼說 早上起床了 因為平時都習慣了早上起床 但是放假 我睡了 其實這個強行那一刻睡了 其實開始就傷身了 沒錯 就是我們一個整體的配合 以及我們選擇的食物 盡量配合我們的體質 我們中藥 或者將食物和藥 都有分去不同的屬性 有四氣有五味 四氣就是有些食物是偏寒涼 有些是瘟疫的 那麼寒底的人就要吃一些偏熱的東西 溫熱的東西 熱底的人就吃一些偏涼的東西 平衡回去 如果你說我都是中間位 你每次都吃一些 維持著你身體的一個均衡的狀態 不同味道的食物我們都均衡飲食 以至於我們不同味道的配搭我們五臟 其實五臟都能夠各自吸收到他們的營養 這就是最好的狀況 剛才恩醫師 你說到五臟六虎 還有好像聽過四氣五味其實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一個吃東西吃東西的過程 我們會將一些東西去分類 食物是這樣 或者在我們藥都是這樣 有時候如果你好奇一下 打我的藥材或者打我的食物 在網上搜索的時候 你會見到它有一個東西叫做聖味 有一個叫歸經 聖味通常它是涼的 是溫的 然後有什麼味酸、味甘 歸什麼什麼經 其實這裡就像什麼呢 像音樂裡面一些簡譜的符號 就是看著它一、二、三、四 那些人就會懂得讀這個譜出來 原來是這個音的東西 用來這樣形容 所謂的四氣是什麼呢 就是寒、熱、溫、涼、涼 其實四氣就是兩大方向 一些食物是偏寒涼的 一些是偏溫熱的 至於寒還是涼、溫還是熱呢 那就是講一個程度的問題 那這個寒、熱、溫、涼 我就想講一下 很多人有些誤會的 他就以為是講一個食物的客觀溫度 有很多人都知道 我寒暖的 不要吃寒的 就是綠豆就是寒的 那他就知道 但熱的綠豆沙都應該可以吧 那原來中醫的理解呢 是講一個人吃了一樣東西之後 我們有什麼的表現 就將我一樣東西分類 那就是中國的醫學 都挺以人為本的 我們的哲學都是這樣 我們不是以我一樣東西 為一個根據去理解 我們是以我們做世界的中心 就是看你那個人 是啊 就是我吃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涼了 然後就指著那個東西 你寒的 那個東西關我什麼事 原來是這樣的 挺自我 是啊 比如我們吃了一樣東西之後 可能是功能下降了 功能下降 有時候涼了 咳、肚子 或者本來發燒的 就降到溫度下來了 那我們就叫我一樣東西做涼 還有一些寒 日常生活我們接觸的 譬如石膏 黃豆 豆腐 苦瓜 都是這個方向 有清熱的喉嚨 哦 這些有清熱的 是的 另外一些 我們吃了下去之後 我發現自己熱了 為什麼我喉嚨痛的 我生癢瘡的 非知的 痔瘡的 吹血的 那我們就指著那樣東西 告訴別人 哦你熱的 其實那樣東西關我什麼事 譬如薯片 現在是你生暗瘡 又不是薯片生暗瘡 我們說薯片熱 是啊 其實薯片是其中一種熱 還有什麼是熱的 例如羊肉 牛肉 薑 蒜 這系列都是 吃了下去之後 我們是會熱了 或者機能提升了 這些就叫做偏溫熱的食物 如果你這樣看我們說 希望人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一些令你會熱的食物 那才有些寒底的人吃 那你就平衡 你很冷 吃了這些東西 你熱了 那就平衡 反過來 一些熱的食物 對於一些什麼辣椒 薑 剛才這個就是寒底的人 譬如一些清熱的食物 清熱的食物 譬如石膏 或者黃豆 芽菜 苦瓜 那些 適合什麼人吃呢 就是熱的人 那它太熱了 那你清熱 那它就幫你的熱降下來 那有沒有一些是中間的 就是 有 叫做平 平 是的 它是有它的效果 但它未必會令你冷了還是熱了 例如我們經常熬湯的復菱 它不會吃完之後 你身暖了 或者幫你清潔 但是它可能幫你健脾去濕 或者那個光向 就是 平的食物 不是代表它沒有效果 只是它不會令你冷了 還是熱了 那我們呢 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有個選擇 還有我們要注意 是說你吃了它的效果 就是不是說它客觀的溫度 綠豆沙 熬熱了都是涼的 薯片冷了都是熱氣的 是啊 是啊 那就是說它是因為它本身 擺在我身體裡面的化學作用就是 沒錯 當然如果你加上溫度就多兩次 但是它本身呢 都有那個熟性在那裡 就不會有很多 都不是說一下你熱它冷它 就可以就這樣改變 有小部分的食材藥材 在我們炮製的過程裡面 是可以改變到它的熟性的 但是大部分呢 都不是說你煲熟了它它就會再變 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上網可能有時候查一查 可以偏涼的 你是寒底的 那你就吃少些 有些偏熱的食物 那你熱底的你就吃少些 那剛才呢 還有說過另一個材料 就叫五味 就說了酥苦金生鹹 其實你都可以當它 就是一個分類而已 嗯 好像我們現在都會把廢紙啊 膠啊 鋁罐啊 有顏色的分類 是啊 那古人呢 就把一些食物的功效呢 就分了一些五類 就配應我們不同的狀況 例如一些新味的東西 就是一些新散能行的東西 就是一些香味啊 香料啊 薑蔥蒜啊 那些呢 就對感冒有幫助的 通鼻一些的 嗯 或者是咸血都可以的 那酸味的東西 就收斂一些 譬如紫咳的烏梅 酸的嘛 嗯 就是收回一些東西的 五味子啊 等等 嗯 那還有呢 甘利的東西 就是好味的東西 就幫你補的 嗯 例如肉類啊 或者你數得出大部分補益的中藥呢 它都是屬於甘利的 嗯 補盡甘來啊 你個人都捱得那麼慘 依你的藥呢 就是好東西來的 哦 好味一點的 那至於苦口良藥的苦呢 其實就不是所有的病都吃苦藥的 苦呢 就是那些清熱 醋濕那些呢 就苦了 就是你吃得那麼多苦的東西 啊 又濕又熱啊 那跟著呢 醫你的藥呢 就是苦的 啊 所以其實呢 各樣東西都是會有平衡的 你吃得多的東西 你遲早也要吃另外那一飯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覺得 即今次都令到我們 學會了很多 營養素的攝取原則呢 其實除了我們 吞下肚子之外 在中醫的角度 還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看下去 希望大家呢 今天都可以 學到你們想知道的東西的 在這裡要多謝了 恩義士 Thank you 自在人生大學堂